川普因为贸易关税成为了多国元首嘲笑的对象 现在又被前财长讽刺说 川普发动的贸易战争将自食恶果 甚至警告说贸易战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很大 风险也比过去高很多 恐怕将会导致美股下跌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美双方目前针对如何保证大陆购买美国农产品 以及美国将削减多少关税的议题为达成共识 不过化税如此第一阶段的协议 还是有可能在12月15号加征关税大限前签署完成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法国总统马克宏 英国首相强森和荷兰首相吕特 堂堂四国元首在白金汉宫晚宴上 背着美国总统川普嘲笑他 事情曝光后期的川普四号 在和德国总理梅克尔双边会谈时 痛骂杜武道师双面人 还直接取消北约峰会最后一场记者会 打道回复 因为贸易关税和多国元首结下梁子 美国前财政部长 前总统欧巴马经济顾问桑莫斯 高分被讽刺 川普爱用关税当手段 最后自食恶果 他一点也不意外 很显然桑莫斯对于克林顿和欧巴马两位美国前总统 努力调降和各国的关税壁垒 川普却反其道而行 相当不满 尤其这星期又对阿根廷巴西和法国开枪加征关税 虽说是保护美国劳工 但桑莫斯认为 到头来受害的会是美国经济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透露 还有很多能对付大物的弹药 12月15号也将如期加征关税 尽管S&P500指数光是11月 就有11天打破历史新高记录 桑莫斯却认为美股不断创新高 纯粹是因为联准会挹注大笔资金 但是一旦对美国经济的前景 和贸易协议的期待落空 恐怕会导致市场下跌一段很长的时间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